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可可娱乐 张柏芝三胎与谢家的关系已曝光 谢霆锋的反应却耐人寻味 张柏芝三胎的父亲到底是谁 可以说是娱乐圈的一大未解之谜 很多网友都猜错了 不会跟曾坤的儿子跟母亲一样 这辈子都不会有结果吧 张柏芝其实这些年来变化还是挺大的 她年轻的时候呢 一直都是一个十分感恩感恨的小姑娘 可是现在的张柏芝却更加的成熟了 她对于自己的感情也不再那么的随意 有了自己很多的要求 并且张柏芝也在节目上跟自己的好友坦白 今后不会再公开恋情了 但是现在的娱乐圈感情也确实比较复杂 很多流量明星呢 因为谈恋爱塌房 而且也有很多受人喜爱的演员 结婚也匆匆,离婚也匆匆 甚至像王菲和谢霆锋两人如今复合已经七年了 加上他们早年就谈过两三年的恋爱 到现在却一直不结婚 这其实有什么原因呢 大家也在纷纷猜测 甚至有网友调侃娱乐圈的明星们 婚姻因此会成为他们事业的绊脚石 那张柏芝呢 这些年来一个人就作为单亲妈妈 可以说是非常辛苦的 有很多网友心疼她 但是张柏芝的内心呢 还是非常坚定的 这么多年来带着两个孩子 也从未喊过苦喊过泪 甚至她也是一声不吭的 在18年又生下了三胎小儿子 那张柏芝呢 也并没有隐瞒自己小儿子的出生 而是选择把这一喜讯公布给大家 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对于三胎生父是谁 大家的好奇心格外的严重 可能也是因为讨论度有些太过于高 再加上因为这件事情呢 不少张柏芝的男性好友都被波及 所以张柏芝就决定不再公开 三胎生父到底是谁 而且也对小儿子的面部 经常都做一个遮挡 就是希望不要引起大家过多的讨论度 可是呢 自从张柏芝前段时间复苏以来呢 因为初圈最厉害的就是张柏芝 大家也都看中了张柏芝的热度 所以有关张柏芝三胎生父 是谁的小道消息啊 也是越来越多 网络上可以说是流传着各种版本 张柏芝呢 对此也十分无奈 而且啊 她也选择了不再回应此事 虽然呢 在节目上很多人都询问了 张柏芝有关感情的看法 张柏芝啊 也是一直都是置物不言的状态 但是呢 提到她不想要公开的事情呢 她也会婉转的说明 但是啊 最近又爆出张柏芝和谢霆锋 两人即将复婚的消息啊 可能也是谢霆锋得知了三胎小儿子 确实是他的 当然这件事情啊 真假我们并不清楚 他们两人也并没有回应 而且港媒啊 总是满嘴跑火车 经常爆出一些没有迟随的消息 所以啊 大家也都当成一个新闻看看就好了 对于他们两人会不会复婚呢 相信时间会带给我们答案的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我视频呢 记得长按点赞助力一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